九宮閣停課標準引發家長反彈 再加上校園確診數飆升 立法院法治局就建議高中以下學校 直接停課到五月底或六月底的學期末 避免反覆的停課復課 增加失聲染疫風險 尤其這個高山國山 能請的大概都請了 所以一旦全面要停課 配套措施一定要出來 不然國小的家長大概全部都要跳腳 兩成中小學生請假 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也向教育部正式提出訴求 希望從國中會考結束後的隔天 也就是五月二十三號 至少先停課兩週到六月五號 就怕疫情高峰 讓校園大淪陷 尤其美國數據也顯示 兒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容易染疫 約每四人就有三人驗出抗體 專家還說幼童確診住院率也偏高 小朋友的傳播速率都一定是比成年人還來的快 一到十一歲小朋友的住院率 其實是不會輸給十八歲到四十歲的住院的總體比例 小朋友的住院率五百分比 不只是台灣的藥物不足快篩不足 最重要的是人民對於政府防疫的信心破產 所以造成大家非常的恐慌 小學生大多沒打苗就怕承受不住這波疫情海嘯 專家建議應該先停課才能度過疫情高峰 但恐怕也連帶影響家長工作 怎麼權衡還等相關單位給答案 記者寧佑 陳誠宇榮 特別報導